我先讲一下我们接下来的事情 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学期 我希望说让我们是商学业 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 我们来验试视觉化分析 所以我会希望你们大数据分析的概念 要全部都让我走过一次 举例来说那个函数 函数如果我今天台下做的都是医学院的学生 我可以告诉你们 他们真的三十分钟照样拼完 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拼懂 但是他们很厉害的是回去一定会做 我会觉得说 我会希望你们去了解 这个大数据分析 里面很重要的叫做资料清理 资料清理是乱七八糟的 那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没做好资料清理 你后面做出来的视觉化分析一定是错的 但是现在 现在我说这种乱象 我认为是乱象 就是说所有请我教书的单位 他只重视视觉化分析 不重视资料清理 那就会变成一件事情 我是在分析垃圾 所以我们好不容易拿到这么多家的上市柜公司 所以我想让你们一定要体验这个资料清理的重要性 然后再来人家主管机关 所谓主管机关 他都已经算好的现金流量 负债比 还有一大堆 业主权益变动 股本分析 那当然我们就要直接拿过来使用 这些不是会计科目 这是我们只要理解他为什么要分析这些 所以当我们走完函数的教学的时候 我们就要直接拿别人已经算好的资料 所以接下来我们没办法一直重新算 所以请你们现在赶快把握时间 那我每一次上课 我都已经帮你们把作业都做完了 你只要回去拿着我现在的范例 重新连你的资料 你的所有的视觉化报表不用你画了 我全部都帮你们画完了 所以只要你上课当日 上课当日之后 还去教上一周的作业 那视同没有再教作业 好 所以我要请你们一定要特别记住 特别记住这件事情 那我还是要先从我们这个LINE群组 这个LINE群组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三大报表 2024-0318-0 这是我今天上课一刚开始的档案 也就是告诉你这个之灵 就是你上次我最后交完请你们做完的作业 好 那我们就直接从这个范例档案开始 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复制 就是把它储存下来 然后打开 所以我们就直接点这个储存 储存完毕 有人直接从这边就打开这个档案 拜托千万不要 现在这个是LINE里面的暂存资料夹 它是不让你做任何事 到时候更不要说后台的资料处理 所以接下来我去打开这个资料夹 针对这个档案 我先复制 什么叫复制到自己的电脑 那当然就是这边我有一个复制 复制已经跑到最上面去了 复制 然后我为了我上课方便 我就先贴到我的下载 或者是你们很习惯贴到桌面 都可以点选贴上 我是贴到下载这边 然后接下来我当然就要进行解压缩 解压缩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直接点解压缩全部 我个人的习惯是把最后的这一个资料夹 就直接删掉 然后再去点解压缩 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话 它就会直接帮我放在下载这边 这个Power BI这个档案 我不需要额外在下载资料夹下面 又再建立一个叫做三大报表20240318-0 这个资料夹 然后接下来就是快速请同学点两下 这个档案我们就要从这边开始交 交函数 首先我们还是要看这个负债总额 因为这个负债总额不是用累积的方式 而本期综合损益 它是用累积的方式在做计算 可是我还是要提醒你 当然如果今天我面对的不是商学院 我一定要去解释清楚 为什么只有损益表 它是用累积的观念来去看 这一段期间的动平衡 收入费用之间的关系 可是现金流量表跟资产负债表 不是用累积的观念来去看 但是我们要用这样子的观念 还原数据 所以到时候还要再教你 那一个非常难写的函数 又要怎么写 那我的课程我会搭配到 你要知道叫做生成式AI 的技术已经普遍在我们日常中 所以这门课我还是把它定位在 叫做AI生成大数据分析 所以麻烦真的请让我有这个机会 讲到这个部分 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 首先在这张表 这是大家都会做的 也就是我们来去看这个负债总额 以负债总额 我们画的是各年各季的负债总额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 你就画出一条线 然后从这条线 我们通常在讲长期趋势是什么 当然就在讲说 我们在2013年第一季的时候 我是不是有说不要念数字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约 例如说这边是7亿 也就是7千亿 那请问一下 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2021年第一季 它达到了44个千亿的成长 对吧 这就是长期趋势吗 同意吗 同意吧 对不对 为了你们 我也只能拿出杀手键 你这张图 直接用滑鼠右键 点灾药 它就直接告诉你长期趋势是什么了 根本就不用你们来回答我 这就是AI深层式大数据分析 只要你会画好一张图 好 接下来机器到底讲了什么 好 这不是我现在要告诉你的 那我还是要带到 让你们知道 我不是要把一个总额放在这边就好了 因为我发现很重要的一件事 大家看到这条线看不懂 所以我要让这一条线形成可比较性 一看就懂 所以有些人他就会说 那我加条趋势线嘛 对不对 所以等一下 我其实只要请你加趋势线在这边 点第一件事情点它 然后分析趋势线打开 好 所以简单的说长期趋势 我们看到从2013年到2021 请问他的长期趋势是什么 就是增加嘛 对吧 所以你先画出趋势线 我要再画三条线 画面就用一下 其实这个长期趋势我觉得不是那么漂亮 而且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其实既然是长期趋势 我们要报告让老板更清楚知道 到底 到底这张图 它告诉我们什么资讯 好 所以我要再画三条线 第一条是最小值 第二条是最大值 第三条是平均线 那如果各位知道说平均线它在偏最小值那边跟偏最大值那边 它所代表的意义 你们应该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吧 第一请点它 第二分析最小值 第一请点它 第二分析 分析里面请找最小值新增 请问是不是到这边 再来 第二 把这个最小值关掉 第二最大值新增 可以吗 请问这是不是 这这么多年间 它的改变 除了看到逐年逐迹的上升 我们还知道了它的一个范围 第三 请开平均线新增 可以吗 我不晓得这样子的这三条线 你会不会报告 因为你今天你随便点别家公司 像台积电有看到吗 这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这代表什么意思 它这几年 负债总额 持续增加的 比例 会高过于 前面几年 一定要知道 我们不要给老板看这一个 如果说你真的要给他看 可以 但是我会觉得 这个是看数字 而且我要让老板知道 这边的变化 还是以下面这个比例来去看 更具有震撼 因为从这边要转到这张图 这是要转一下的 请你不要一直都让你的老板 在脑海中转 因为我真的要告诉各位 有很多老板他都是技术出身的 他根本就 就没有那个财务背景 他分析能力一定不强 所以我就要讲这张图了 这张图简单说 就是在做跟去年同期的比较 所以为什么我们都在看同期比 我们是不是就先教你 如何去算这一个 好 应该有印象 我用的是 我用的方法是 我先找到 这个负债总额 会计科目 好 所以拿到下面 去找负债总额 那因为这样找太麻烦了 所以我习惯是在这边搜寻 没办法 大数据本来 本来我们就必须要面临这个 这个困难 就是科目非常多 那你就直接打负债 或者是打负债总额 因为 因为你就直接把你要搜寻的会计科目 输入在这边 然后接下来对他 负债总额滑鼠右键 然后点选新增快速量值 然后接下来这里面的函数非常多 当然会包含加减乘除 当然也会包含时间 智慧 时间智慧 这几个函数都非常重要 但是 以这个我们现在拿到的资料 我们要算的是年初契金跟季出契金 我们没必要去算到月初契金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资料 对吧 这样听得懂 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是台风 你知道台风 你要画出这个手势图 你要算什么 时出契金 就这个小时的第一分 一直到现在 对吧 台风 像地震 你至少要算 今天还有发生几次 有感地震 那就是日出契金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就先选年初契金总计 然后因为我刚刚右键是点负债总的 所以它这边基底值预设为 这个负债总额的总和 那其实这里有非常多种 你都可以去改 只是我们现在刚好不用改 因为它一记就一个数字摆在那边 然后接下来 这个日期 当然我们要新增为 以我们的连续变数 很简单 我们就是去看 时间 各时间之间的一个 情况的改变 所以我们的日期 你就只要把日期放在这边 新增 我们是不是就做完了 这一个函数 叫做负债总额年初契金 这上次交的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又在教你 有了负债总额的年初契金 是不是还要再去计算 年初契金 你与去年相比 所以要记得是负债总额年初契金 所以是这一个函数哦 不是这一个函数 我们如果要算 我们如果要算 就是说这个比例 这个比例跟去年 我再提 我再提 再讲一次 就是如果我今天我要算 这个负债总额 它从 从什么 与去年相比 请问是拿负债总额来算 还是负债总额年初契金来算 答案是负债总额年初契金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今天你的 例如说这一个值是第三季 那应该是 应该是第一季 第二季到第三季 与去年的第三季来比 也就是 这个季 2022年第三季来比 才是正确的 可是 可是因为我们在计算 这个负债总额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都把它先算出 一个年初契金 所以我们比的是年初契金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做负债总额年初契金 与去年的比 与去年相比 才比较有意义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做这个 我们如果要做快速量值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打开快速量值 请选 现在就不是选年初契金的总计 而是选与去年相比的变化 再来这个基底值 我要关掉 然后新增 自己打字 叫做负债 负债总额年初契金 然后负债总额年初契金 然后接下来 月期 在这边 期间一 新增 也就是这一个函数 就是负债总额年初契金 与去年相比 我真的希望你们 至少应该要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因为很多人 我想在座 如果有人听懂 也应该给我个回应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去比的时候 我们不是比负债总额的比 而是比负债总额年初契金 然后与去年来比 因为这样子的比 是有意义的 那不管怎么样 这两个函数 我也都帮你们算完了 算在这个地方 这个 好 也就是说 以台积电 算完这一个 那 第三个 这一个数值 这个数值 我就想要呈现 就是说 这个负债总额 前一年的年初契金 可以吗 这样子是不是就比较方便 你们来去知道 这个比例是怎么算出来的 首先 首先 这个是前一年的负债总额 年初契金 所以它的算法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把年初契金 年初契金 在这边 对不对 它跟它的最大差别是 这个年初契金 所指的是 现在 现有时间的 2023年 第三季 那 请问 这个要算的 是不是现有时间 2023年的前一年 那就是2022年 所以这两个很接近 所以 这个年初契金的函数 请注意 这个也不是你算的 对不对 你要会改 就差在这个时间而已 好 所以 这个函数的计算方式 就直接拿负债总额 年初契金来改 那当然怎么改 就是整个复制 然后 只有在这个地方 使用到 Same Period Last Year 这是去年同期 当然就直接看比例 直接看比例 就是 我们 有一个 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 我们通常会 秀出表格 然后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其实 正确的秀法是 第四季 第三季 第二季 第一季 的比较 好 那 那我们现在 通常我们不可能 记住太多太多数字 所以 我们 只去看 说 这 累积到 现在这一年 跟 去年的 累积值 是 成长 还是 衰退 举例来说 这 负债总额 年初 契金 与 去年 相比 就是在讲 这件事 好 所以 这张图 只是把 这个 负债总额 这个是负债总额 改成什么 这一个 负债总额 年初 契金 可以吗 那 这一条 线 他只能 画一条线 哪一条线 这一条 我也帮你 画完了 零 与去年 相比 高于 零 我们称之为 成长 小于 零 我们称之为 衰退 所以 在这个地方 就 每一个老板 他 只想知道 到底我是 成长 还是 衰退 请问 这样子的 比较 老板 是不是比较 容易 比了 是 那 我是不是 我就可以 来去 看到一件 很特殊 的 事情 从 2019 2019年 第一季 之后 这家公司的 负债总额 都在上升 可以吗 负债总额 要讲说 应该要这样讲 负债总额 年初去今 与去年相比 那个 比例 是在 逐年 上升 这才是 老板 比较容易 看懂的 那 你可以去看 这是不好的 对不对 你现在一定要先 看懂 一家公司 因为到时候 我是要并 十家公司 听得懂吗 你看像这样 你看像大力光 他只有前面 这边不好 他这边负债总额 他是表现不错的 你希望一家公司的 负债总额 与去年相比 都是逐年增加吗 不希望吗 你投资的这家公司的 股票 你当然不希望 是这样子的情绪 我纵结 刚刚我最后面 讲的东西 绝对是 关键中的 关键 我们给老板 看的资料 请问 应该给他看 这种资料 还是 这一种 透过零值的 表现 在零以上 是增加 零以下 是减少 答案是 当然是 下面这一种 另外 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 他预测的正确性 预测的正确性 举例来说 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的是 如果一个很大的数值来做预测 大数字的下一期预测 它的失准度 会跟比较小的数字 这个是26.57 它的下一期会变成叫做 12.04 可以吗 这叫做 负债总额年初 迄今与去年相比的百分点 你有没有发现 它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虽然它在这个 圆的下面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数字 是一个很大的差异 而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 从 因为 以统计95信赖区间来说 只要是落在 15.63% 到 33.95% 对95信赖区间 我们的正确念法 自先念下线 再念上线 有听懂吗 这个 这个你在报告的时候 不要随便念 因为你 你这样 当然了 你的老板可能不懂 但是你到时候 你到时候你出去报告 人家会说 谁教的 请 请不要随便乱念 知道吗 我们商学院应该要先 有我们商学院 论文也是这样子写的 四千面 负 四千面 下线 就是 介于 心面 下面 在面 上面 好 就是 这个 95信赖区间 我们预测 下一季 下一季 可以看到 15%到34%之间 15%到34%之间 但是现在是不是落在12% 所以 他是不是 不准 我同意接受这个不准 但是 他这样子的比例 其实是很小的 一个数值 相较于这边 你直接拿大数据 一个很大的数字 来去看 95信赖区间 你会发现 他的那个落差的比例 从可能个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亿 对吧 好 因为对 那个million是 百万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你可以知道说 在这个地方 你看到什么 3.1亿跟3.3亿之间的差别 这边是 这边是 16%到34%之间的信赖区间的差别 那个数字是差异非常大的 你知道这件事情重不重要 我真的告诉你 以后老板在念那个法说会 在法说会的时候 一定会被人问 老板请问一下 你觉得下一季 你们公司会成长还是衰退 天哪 老板怎么会知道 所有老板一定亲切讲 我们看未来大盘 如果他的走势是上升 我相信我们公司也会跟着上升 你听得懂吗 他都是在找一些反正大盘好 我们跟着好 听得懂吗 都是这样子在讲话的 如果说你今天讲说你会赚钱 到时候真的跌下去了 那个电话不要接到哪里去了 可以了解吗 那你真的都不用再烤好工作 全部都在接电话 那你想这样子也不好吗 所以我是希望说 你要从这件事情去了解 我们其实应该要看的是 这个比例的变化 年初契经的比较 跟季初契经的比较 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准 各位那最后问你了 你懂不懂什么叫年初契经 像例如说 现在是 假设现在是 9月30号 那请问 那是不是从1月1号到9月30号的负债总额 与2022年1月1号到9月30号的负债总额来去做比较 你觉得老板是要看这样子的比 还是老板要看的是 我7月1号到9月30这一季 第三季跟什么 上一季 上一季知道吗 上一季是4月1号到6月30号 对吧 对啊 的一个比 听得懂吗 那你觉得老板是要去看 那个年的同期比较 还是记得循环比 听得懂啊 好了 当然是都要看 听得懂啊 内部都要看哦 因为你到时候 我还要请你做 给法人看的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有些公司赚钱哦 他只有一张投影片 台积电 什么财报分析 今年大赚 结束 我赚钱吗 不然你来咬我 听得懂吗 他简报就不做了 你知道 你知道 那如果他亏钱的时候 只有亏钱 那个台下才一堆人 那你给我好好报 你的财务简报到底怎么样 你听得懂吗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一定都是这样子嘛 赚钱 随便他都在呼咙 大家买单 你们好好去工作吧 我们就等着 去收这些鼓励就好了 可是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站在正确的一个做法 又应该怎么做 所以你要去区分 好 那所以在这边 我不可能 只看年的同期笔 我一定要学会看 记的同期笔 所以怎么做 好 接下来我要去做 记出契金 第一件事 滑鼠右键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 首先你要先选到这个负债总额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做负债总额 记出契金 那当然我们一定是看最后那一记 现有资料的最后那一记 所以滑鼠右键 底下的什么 你找不到了 有没有快速量值 找不到了 因为已经被打开来了 在这里 可以吗 好 第一件事情 你点 这些都不重要了 因为你要打开快速量值 然后在这边请选 记时间智慧里面的 记出契金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是这个地方 我们要选择的是什么 负债总额 所以先关掉它 新增 最好自己打字 才不会选错 叫负债总额 点它 可以吗 当然这个基数 这个日期的基底 一定是我们这边设的日期 然后新增 它叫做负债总额 记出契金 然后记得请把这些删掉 因为我们是在外面做时间 日期的控制 可以吗 知道删掉 一幅寒数你们知不知道 这个 是不是这个叫判断式 然后这边是成立的时候 这边是不成立的时候 可是我其实只要它这一段 所以请把这些删断式 删断式跟成立的时候 把它给删掉 然后打勾勾 这叫负债总额 记出契金 我要换掉这一个 我不要这一个 好吧 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复制它好了 复制它 然后请把这个 这个是年初契金 所以把它先拿掉 我要勾的是 记出契金 就是这一季 这一季 第三季 是这个数值 那你去看 第二季 是这个数值 你去看 第一季 2023年 第一季 是这个数值 那我接下来要算这包 负债总额 记出契金 与去年相比 我要做的是 这一个 负债总额 记出契金 与去年相比 对吧 先听懂哦 好 那这个去年 当然是指 2022年的什么 7月1号到9月30 的这个值 跟今年的 2023年 7月1号到9月30 的值 之间的关系 就不一样了 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这 我现在还在讲同期哦 这 是不是相同期间的比较 对吧 我还不是在讲寻比 例如说第三季跟第二季的比 这就要寻比哦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在这边 他已有这个工具了 滑鼠又 对不起 不是用滑鼠又 应该是直接打开 快速量值 接下来 接下来 请把计算改成 与去年相比的变化 请把基比值拿掉 新增改成 负债总额 记出契金 日期 有看到 有看到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做选比 你这边你就要自己动脑筋 去改写了 好 行增 然后记得一样把这个衣服 全部都删掉哦 全部 这个 这个是条件式 应该看懂哦 然后这边是成立的判断 成立的时候 都把它delete掉 然后 这个 变数要留着哦 return回来一直都要留着 打勾 然后接下来 当然就是 就是 一样 就是这一个 布置 贴上 只是把它 把这一个 拿掉 我要换的是 记出 布债总额 记出契金 与去年相比 所以打勾 所以 所以你看 如果是 累积 因为你要让我讲完 到底累积的数值 谁要看 那个 累积 真的很重要 那这个 那这个 单记 的同期比 也很重要 但是意义 真的有差别 来 然后 尤其是当这两个数值 是接近 或不接近 一个正 一个负呢 我们接下来要讲 第三个函数 这个 这个 刚刚 之前 我们是在算 负债总额 前一年 前一年 哦 例如说 从年初到 第三季 那现在呢 我们要算的是 前一年 季出契金 可以吗 也简单说 就是 2022年 2022年的 第三季 季出契金 是多少 好 所以我是不是 应该 用的是 这一个值 因为我 我这个是 2023年的 季出契金 那当然 这个地方 我要放的是 2022年的 季出契金 可以吗 这边 已经显示 是第三季 所以我就 只放 第三季 好 所以 首先 第一件事情 复制它 复制这个 负债总额 季出契金 全部的内容 复制 滑鼠右键 点选 点选 这个资料 里面任何一个 然后去选 新增量值 然后贴上 麻烦 麻烦请在这个地方 要加前一年 这个寄出契金 是指现在 所有资料 的寄出契金 对吧 这个资料是 前一年 的寄出契金 所以 这个地方 再加 same 这个 你只要输入 在这个日期 日期的前面 请输入 same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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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间 好 tap 键 那因为它是一个函数 有加了左刮符 所以你在右边 也要加一个右刮符 打勾勾 我们就算完了 好 然后 接下来 我就 布置它 贴上 这个 关掉 不是前一年的年初 寄出契金 是前一年 寄出契金 可以吗 我要告诉你 等一下要看的重点是 这两个数字的差异 是很有意义的 那 这个是年初契金 我稍微先把它 缩小 这是年初契金 就是 与 前一年的 比 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 很多人也很喜欢看 就是说 寄出契金的 同期比较 所以 布置它 贴上 然后 接下来 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的 这个 负债 总额 年初 契金 与 去年 相比 请 关掉 改成 负债 总额 寄出 契金 与 去年 相比 可以吗 那 为什么要做两张图 第一张图 其实你看到的一个累积性 它已经包含进去了 所以它会把这样子的差异平滑化 我要告诉你 这个 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 我们在做即时机合 我们要看的是 哪一种 我们要看的是这一种 你要真正知道问题点 什么时候得到最大的改善 可是当你报告 当你报告 资料给别人听 例如说 针对 古迷 你要用这一张 他已经把 这样子的一个变动 平滑化了 可以吗 我讲的东西都是量化后 有评有据的数据 这样子的话 你要对不同的人 讲不同的报告 好 我再强调讲一次 这一张跟这一张的主要差别 就是年初契经与祭出契经 算法不太一样 但是这个 这个是给内部做内部击合 很重要的一张表 这一张不是 这一张是给法人去看的 可以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只把这一张复制贴上 然后接下来 请把负债总额年初契经 删掉 换成负债总额祭出契经 因为这么多图表 我到时候 我一定会浓缩浓缩浓缩 变成可能只变成一个指标性 挂在那边 因为你要知道一家公司 不是只要看负债总额 你旁边不是还有一个本期综合准益 还有期末现金 你还有现金 本益比 资产负债比 什么一大堆的比 别人都算好了 那那些都要呈现 那你看 这张仪标板 怎么可能呈现这么多 所以 接下来的事情是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我应该是要先把它缩小 等一下可能就删掉 好 麻烦把这个 这六个的字 全部都缩小 好 请仔细看 第一个 选到它 然后视觉效果 格式 接下来就是什么 这个视觉效果的图书文字 请把它改成12 做完这件事情之后 缩小 缩小之后 负质格式 点第二个 然后缩小 然后负质格式 点第三个 全部都做完 因为我不需要放那么大 因为等一下我即将 我只呈现一个KPI 所谓KPI 它就是同时要出现这三个数值 这样理解吗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说 它到底是成长或衰退 就好了 这样理解吗 然后一样 复制格式 点它稍微缩小 好 依此类推 可以吗 重点是 请把这个字都缩小 然后变成挤在这边就好了 麻烦请先把这个字缩小 KPI 没听过嘛 对不对 但是 老板都在看KPI 简单的说 这个关键绩效指数 你一听到这个名称 你觉不觉得 哦 这个 负债总额 KPI 有没有感觉很有 很有那种专业度 好 那KPI太简单 因为我们函数都写完了 来 做一下给你们看 所谓关键 这个 关键 关键引格指数 这个关键绩效指数 它主要在讲的是 我这一季 这一季 累积到这一季 年初期间到这一季 跟去年同期 比较的结果 这就是关键绩效指数 那简称KPI 那我刚刚讲的那三个数字 全部都在这边 看你要先做年 年初期间 还是季初期间 好 都做了 第一 空白地方点一下 第二 这个关键指标在这边 KPI 先塞在这边好了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值 我们就先做年初期间的KPI 所以它第一个要放的就是 负债总的年初期间 那这边是不是有看到趋势轴 各位 在这里所讲的连续变 因为我们就在去看那个不同时期 它的状况的改变 所以这个趋势轴就是指日期 那我们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有一个叫做 于此处新增目标 有看到目标吗 其实简单说就是去年的负债总额 年初期间 所以在什么地方 负债总额 前一年 年初期间 可以吗 请问 我们一定都这样比的嘛 所以 请把它放在目标这边 好 那接下来 这是年初期间 我们稍微一样 就是缩小 缩小 例如说20就好了 我不喜欢 DIN字形 可以吗 这就是 不过最重要的重点是 它的目标 目标 奇怪怎么没有出现 好 等一下 我们再去看好了 所以 三个数字 第一个 这个负债总额的年初期间 这个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过了 负债总额年初期间 第二个 就是 日期 作为趋势轴 第三个 是这个 负债总额前一年年初期间 好 我等一下 我再去看 为什么它跑不出来 这边都会有数值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 KPI 这叫负债总额年初期间的KPI 各位你要知道 我们这边的计算依据这个趋势轴 我们只算 例如说 年初期间 我们用的不是日 而是使用日期阶层里面的年 所以它这个意思就是指说 这个负债总额年初期间 累积到第三季 已经达到这样子的一个负债 然后这边有看到日期 一定要把它改成日期阶层 它这下面的数值才会算出来 你看一下 这个数值不就在上面吗 再来 这个数值 这个11.32 是不是在这里 这个数值 这个数值 这个数值是不是就在下面这个目标 对 我们其实 你千万不要跟五年前比 报告完毕之后 再跟老板讲 跟六年前比 那是我们做研究 我跟你讲 那你的未来 你在做研究的时候 我们不是只有跟前一年比 但是你要知道 老板没有那么多时间听你讲 跟前一年比 跟前两年比 你只要告诉他 跟前一年比 还有 跟前一年的 同年的比 所以请把这个日期 改成 本来是这个日期 改成 日期阶层 你这个tpi就做出来了 接下来 我再快速的做 第二个 复制 贴上 这个 年初契金 拿掉 改成 寄出契金 然后目标 拿掉 改成 前一年 负债总的前一年 寄出契金 你这样你就做好了 当然这个 这个字啊 稍微显示小一点 可能 可能 我 我觉得 二十 已经够了 所以其实 我想要动的是 这个时间 不用给它这么大 我接下来要告诉你 这六个 我要删掉了 因为这两个kpa不是更全部都呈现更多的资讯给你了 而且这一个它就在这边 这一个它就在这边 所以这两张图也即将要删掉 我只是要告诉你 你要知道你最后的战情绪是 假设我有十家 我要选哪一家去做投资 所以一定是把kpa都放在一张 仪标板上面呈现 好了 我要继续了 对 其实你们应该也知道 回家作业 你这张图再懂了 你做什么 到时候这个 粉意跟 其末现金就要做什么 请问一下 你现在 看得出来 看不出来 这一张kpi里面的所有数字 在这下面都出现 对吧 所以有必要放这么多吗 不需要 对不对 所以我要把它删掉 这个删掉 这个删掉 但请问 我有没有把后面 后台计算的函数删掉 没有 你要知道 你现在你的资料量 其实很大 然后2024年 2023年第四季 也即将要放进去 那个函数 我们是不会删的 然后这三个 是不是要把它delete掉 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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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吗 这我想应该 不用刻意的 请你们 动手去 再做 我继续要讲 这个既然叫kpi嘛 对不对 你没必要放一大堆 老板看不懂的字在这边 可是 不再总和你一定要 不再总和kpi 这几个字你一定要 其他都不用了 好 就变成 很好看的kpi了 可以吗 例如说 我到时候 我当然会很想知道 这十家公司的kpi 全部放在一起 我就知道说 这家负债 负债总额的表现是怎么样 好 所以请 请把它的格式 请把这个负债总额kpi的标题设好 在这里点第一个 然后格式 格式底下一般标题 请把这边后面通通删掉 我个人会有一个习惯 我其实 我不晓得这个习惯好不好 因为YTD跟QTD 我一看我就知道了 你放年跟年初期间就是有差别 那我又希望少一点提醒我自己 所以我个人是习惯到YTD 好 然后的kpi 这样子是不是好看多了 再来这一个 它的标题 当然就是QTD的kpi 方面都删掉 好吧 就是现在有一个 有一个 我个人认为 这个几个 因为他都没有提供 所以我只要请你算 可是 我们最后我们在看的指标 全部都是主管机关 他公布出来的那些数字 什么本益比 就我们会计不是去学 好像就是到财报分析的时候 会有很多很多比 那有某几个很大的比 我们知道就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有一个 有一个 如果你真的希望把大数据学好 我真的希望 你一定要先想通几个很重要的关键 像这三条线是我告诉你的 如果你今天 如果你今天 你帮我想出一个 比他这三条线 评量这一条线更棒的方法 我可以发表论文 这样可以了解吗 我只是告诉你 就是 这两张图表 这个地方太重要了 但是 越重要的资讯 有时候是不能公开给外人知道的 我接下来呢 我要 我要跟你分享的 这个重点 跟你们作业是绝对有很大关系的 例如说 我现在我的资料 是这十家 对不对 那 我跟你的资料 只有台积电是相同的 其他都不一样 对不对 我现在是不是做完这些东西 我是不是说 请你回家 请问知道今天的作业吗 知道吗 就是 请你多画出来 在这张图旁边 我就是要去看 真的 每一家真的很有趣的一些现象 尤其我要请你找出来这个东西 这太重要 这就是 我后面我要讲 即时集合 好 还有这两张 对不对 其实这两张背后是有 六个 六个函数 你要设计出来 听懂作业了 好 可是我现在 我要告诉你 我们现在是不是做完这个档案 你回去你要接你自己的资料 像同学 他的资料 他选择很多银行 对不对 就跟我资料就不一样 对不对 你到时候你的报告 你就是去想要报告 这几家公司的站形式 好 那所以我现在 我就要去把后台资料 整个去改完 那我会遭遇什么问题 我现在就直接秀给你们看 就是 就是同学 他就 直接在课堂上 他就赶快做 例如说 他把他资料整个接起来 他会遭遇什么问题 他就直接课堂上就问我 这样理解吗 好了 所以我现在就直接秀一次给你看 会得到跟你回家一样的问题 那 我接下来 请你们先赶快把这个档案储存 这已经是我放在这边的二了 好 那我现在我要那些银行股的站形式分析 对不对 那怎么做 好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接下来要画面 画面 因为我要讲完你们会遭遇的问题 所以 请看我做 为了上课方便起见 我先把他的资料 先放在 先放在我的本机端 他的资料叫做 data 2 看一下 好 你要记住哦 我只有这个地方有要求 就是每一个 因为他每一个档案下载下来 他就会标年跟记 记得吗 你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 因为到时候我还要请你再下载他其他的资料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为了区分我才会把每一个档名前面我加一个字 我看到线我就知道它是现金流量表 这样理解吗 好 所以请你们最好是把你的资料也改成跟我一模一样 你不要在这边写损意表 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越是资料长得跟我一致 你到时候你改的东西就越少 好 好 记 有看到 反正就是后面通通都一样 就是年跟记 好 复记 我就接 贴到 教学 这个地方 好 那 我现在这一个视觉化分析的档案 它原本接 绝对不是接这个Data 2资料夹 所以我是不是要变动 所以怎么变动 接下来就是大家一定要学会的事情 就是常用 转换资料 然后接下来针对资料来源 我要改 我要改 好 变更来源 变更到 透过浏览找到 我是放在本机的一碟的教学影片的2024字里 科大 这个名称一定要特别强调 因为我们是商学院 很有名的一个学校 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 然后接下来这个3月18 底下的Data 2 然后确定 确定 然后关闭 好 那通常 通常这个时候 它如果没有重新整理 那你就点这个重新整理 有看到吗 是不是会出现 出现这种状况 因为他说什么 他找不到 在资料中找不到联巴科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没有去下载联巴科 可是我有 对吧 所以我就把我那里面的联巴科 只要有谈到联巴科的 那一个步骤 改掉 举例来说 你是不是就会点这个 一致错误 他就告诉你说 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看嘛 上一个是不是正常 对吧 这叫正常 知道吗 可是这一个叫不正常 好 那既然它不正常 各位你还记不记得 在这个地方 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是不是把所有展开来的 这个 请问台积电这边所放的 是不是全部都是数字 对不对 好 所以我就把这一个 先全部删掉 以变更类型 因为这个以变更类型 它里面就是有联巴科 就是没有像 它好多银行 什么张银 可是我的原始资料 我就没有张银 所以他就告诉我说 我这里面没有联巴科 这样理解吗 那很简单 你就把它删掉 把这个错误 你就把它给删除 删除 可是记得你删除之后 麻烦请在它 请在上面这一个 我们把这些全部改掉 好不好 因为刚刚那个动作是指说 把这个后面改成 123的意思 所以 请你从这个地方 选到 最后一家公司 所有这些资料 全部都转换 也就是设定资料类型 为整数 插入 就是刚刚那个 像ABC123 对不对 现在我做了一件 把它改成 变更类型 为整数 好 再接下来 你去看 下面这边 是不是都正常 到这边 是不是都正常 到这边 有看到吗 它又出现 找不到连八颗 为什么 因为一样的问题 到这边 是不是都变成 都变成 数值 那 那这个 这个不做都没有关系 这个就直接删掉 好 没关系 你做法一样好了 就是 因为变更类型里面 它有变更连八颗 可是你就只有张影 所以 先把它删除掉 删除 然后接下来 在做什么事情 好 一样 选 从这一家 到 到最后面 这一家 然后 把它 改成整数 插入 我刚刚多做了一个 对不起 我刚刚多做了一个 这边 所以 我只要做到这边就好 这一个不能做 就是 这一个 因为它都是数字啊 可是这个不是数字哦 然后 转换成 整数 插入 好 接下来你去看 下一个 下一个 反正就都正常了 那 如果你不想看 我们就看这边 好 一样出现 所以再继续往上找 没有 好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叫做 重新排序 记不记得 在这个地方 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把 日期 把日期 搬到最前面去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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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格 因为 它里面就是有 连八颗 所以你的做法 就是 先删掉它 删除 然后 回到上一个 这边 我们把 日期 记得日期 怎么移动到最前面吗 滑鼠右键点 日期 移动 到 开头 插入 好 你去看 下面这些 是不是都变正常了 你放心 现在我做的事情 这三件事 接下来它反正就在跑就对了 你看到这边 是不是都正常 这三件事 你可能是 必须要做的 这样了解吗 然后 你是不是就 常用 关闭并套用 等一下我这边 我看到就 不会再是什么 大力光 中华电 就是 就是 那个 银行 那些银行名称就对了 我印象中是这样子 你 你是不是 都是那个 银行 反正就有几家银行 我印象中 我就是看到什么 对 好像还有统一 等一下 我只是要告诉你 我们大数据分析 我一直在教你 AI ready 数据准备 我不可能 一天到晚 在那边 就是我到时候还要再教你 很重要的 方廉式学习 我们 就是要把那个新资料 一直想办法 喂进来 这样了解吗 你看 他在这个地方 对 他有台积电 台积电是我们那时候说好的 你看 像这些数字 是不是全部都有 是不是全部都有 可以了解吗 第一件事 反正 你 你一定要学会 不要每一次 每个季都要重划 那下一次我要教你是这个 这一期资料 这一期资料 已经全部都放在 那个 公开资讯观测站了 这样了解吗 我们要整个把它 只有 第2023年第四季 要下载下来 然后这些图表 全部都要做完 了解吗 好 以上是今天的作业内容 我都成功的演示给你们看 就是你们会回家遭遇的问题 所以 真的我们班上 我们班上就是 真的像今天 就同学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他就问我说一些问题 你就直接把作业就做完 对你绝对是有很大帮助的 但是我要出额外的作业 给程度很好的同学 你要一定要记住 就是 这个三条线的一个分析法 我用最小值最大值跟平均值 去解析长期趋势 请你想一想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来去解析这一条长期趋势 可以吗 我在阳明是这样教的 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看的 这一个年 年初契经 跟这个季初契经 它就是有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关键 我不知道各位看得出来吗 这个地方 它已经平滑化了 这个地方 它其实是抖来抖去的 像这个是下降 这边是下降之后上升 为什么 真的 越平滑 你不能说错 这两张图都是对的 只是 计算方式不同 会让我们有机会 用不同的方式来去看它 这样好吗 哪一个是对的 这一定要去想通 这就是将来能不能做到 很好的数据分析的关键 第三个额外的作业 你可以不做 但是我就是 请你看KPI KPI 这张图 跟这张图 它的差别 因为真的 我最后我放的 全部都是KPI 我在秀那个画面 我最后 我 我要请你们看的 有看到吗 全部都是KPI 例如说 这个是整个台积电的营收 下面就是什么 负债什么 现金 因为现金的定义 例如说 一年内到期的 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全部都视为是现金 反正就是现金 与约当现金 总额 还有像股东 股数的变动数 什么 还有本义笔 本就一个一个呈现 然后接下来 你看的是 整个台积电 全部都爱看这种东西 那你会说 老师我们不是有画那些图吗 在这里有看到吗 还有颜色别 颜色别 刚我找的全部都是美国的 所以它颜色刚好跟我们这边是编导的 好吗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次的课才 回家记得好好的做作业 你愿意做 你会学到越多东西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